这起死亡事故也造成了台铁北回线的交通是大打劫 南北线都受到了影响 平均至少5.75分钟 不少的旅客都选择了退票 取消廉价的行程 也有必须要返乡的民众是改搭了北花线的客运车 让原本销售只有五成的车票是斑斑爆满 针对台铁408次太鲁阁号列车交通意外的事故 造成了重大伤亡的意外 台铁北回线也在二号清明节连续假期的第一天 造成了重大的混乱情况 由于搬车因为意外事故的发生而有延误的情况 目前北回线的列车都严重的误点 因此许多的乘客在二号都改搭成了客运 所以刚刚去火车站看过了 大概退票了 所以来改搭客运试试看 原本载客率只有五成的客运车 也在这意外事故发生之后 可以说是斑斑客满 第一天第二天都还好 是回去比较多 回去比较多 所以今天早上就是很多旅客都走过来 所以现在斑斑算是客满 也好在有客运车来进行运输的作业 让原本搭乘火车 却因为意外事故而延误行程的乘客 可以改搭客运车北上 记者徐立琴 花连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